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IFU Super频道,我是Mini 现在已经进入秋季了 相信每个人的衣橱里都会至少有一件大衣 那它可能会陪伴我们度过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在这件大衣的搭配上多一些变化的话 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一件单品的利用率 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的秋季造型多一些变化,多一些亮点 那今天的主题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同一件大衣的四种穿搭方式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击订阅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那今天用来搭配的这件蓝色格文大衣呢 它的厚度适中特别适合秋季来穿 它的面料呢是比较硬挺的那种 所以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变形 在肩部的部分它有一个小垫肩在里面 所以穿上会比较帅气一些 在腰部的部分呢又有一个收腰的剪裁设计 所以整体上来说它是那种比较复古 但是又略带硬朗的一件单品 第一套很适合秋季气温相对较高一些的天气来穿 大衣搭配黑色抹胸牛仔短裤 把大衣的扣子系起来 变成西装裙 简洁中又带有一些小性感 搭配一双黑色的高跟穆勒鞋 很秋天 但是又不会太热 搭配一款黑色的包包 更加适合通勤的时候来穿 白色不规则形状的耳环 在色调上可以和整个look有很好的融合 同时又增加了一些亮点 这身搭配 不管是办公室穿 外出通勤穿 逛街穿 都能让你不过于张扬 但是又与众不同 第二套搭配是立体字母白色T 加阔腿开叉牛仔裤 再加黑色高跟穆勒鞋的搭配 这件白色T恤很特别 它的字母不是印上去的 而是彩色布条的拼接 在颜色上很适合秋天来穿 又是立体的造型 有别于常见的字母T 我觉得蛮有心意的 所以很推荐给大家 风衣搭配阔腿裤 是今年很流行的搭配方式 裤脚的摆动增加了几分女性的柔美 可以中和一下这件风衣的帅气干脸的感觉 黑色的高跟鞋呢 隐约藏在裤脚之中 悄悄地拉长了我们腿部的比例 增加了身高 若隐若现肩 优化了我们的身材 这件大衣的腰部掐线比较明显 兜的位置也比较靠上 如果想要更强调腰线位置 进一步拉长腿部的比例 也可以加一条腰带 这样的搭配也是很不错的 第三套我觉得特别适合约会和出席晚宴活动的时候穿 柔空针织长裙的款式呢 接近晚礼服 特别凸显女性的魅力 鞋子同样搭配了一双比较柔美的款式 上边的金色毛钉装饰给整个的黑色增加了一些亮点 走动间呢又特别褲子的妩媚 那这件大衣我就把它当作一件长的披风来穿 既有气场又显优雅 试想一下 参加完活动 男伴帮忙披上一件大衣 这种电影里经常出现的桥段 女生们是不是都有期待过 独立女性当然也有需要男生们呵护的时刻了 第四套搭配呢 是想把这件款式上比较硬挺帅气的大衣 搭配的更加活泼一些 让它可以更加适合日常的穿搭 大衣搭配白色运动鞋 整体会更加的轻松 更加的舒适 内搭选择了白色衬衣搭配牛仔背带裤 再加上领口的飘带 就很有青春活力的感觉了 还在上学的同学们平时上课或者在校园里活动 这样穿也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你已经离开了校园 这样穿也能让你立马回归学生状态 简明效果棒棒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那以上的这些呢 就是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几种大衣的搭配灵感 其实大家在搭配的时候 也不一定完全一模一样的 跟我选相同的单品 只要根据以上的几个搭配思路 在自己的衣橱当中选择已有的单品来进行替换 这样其实也是很好的 这样不但可以提高每一个单品的利用率 还可以花尽量少的钱搭配出更多风格的自己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 订阅我们的视频哦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更新了 在国内的小伙伴也可以在B站找到我们 在微博和公众号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分享 还有更多生活的趋势分享给大家 还有今天的哪一款穿搭是你最喜欢的 记得留言告诉我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